大家好,歡迎來到JChannel,我是竹子 根據目前最新更新的《竹城市隱藏城市碼》中 我們發現到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城市碼更新 該次影片就稍微針對改點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以及分析吧 首先是有關即將到來部分全新六代的《平民寶可夢》 其特殊進化方式 其中包括可以看到就是頑皮熊貓的話 目前有列出來 那進化成這個流氓熊貓是需要50顆糖果 然後還有特殊的一個進化條件就是 需要捕捉32隻惡系寶可夢 很香香要進化的話呢 一樣需要50顆糖果 然後進化條件還有特殊的一個就是使用一個熏香 美麵泡芙除了需要50顆糖果之外呢 還有特殊的條件就是需要餵食夥伴25次 好啦唷,除了50顆糖果 然後在進化的時候 訓練師們還需要把手機給倒轉 怪惡龍需要50顆糖果 然後需要白天才能進化 冰雪龍方面則需要50顆糖果 然後加上是晚上才能進化 年美兒進化為年美龍 那算是平民神寵之一 需要100顆糖果 然後是需要消耗與前幼兒模組的 除了開一些特殊的一些進化條件之外呢 從目前隱藏城市碼中也看到 那日前我們曾經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折爾尼亞斯團戰的一些攻略 還有他的這個基礎資訊 透過目前隱藏城市碼來看的話呢 其實我們昨日跟大家分享 這個折爾尼亞斯目前的三維素質 是已經被削弱過的 那當然該次的削弱 不單單只是針對這個折爾尼亞斯 其中也包括了這個伊佩爾塔爾 也就是X路以及Y鳥兩隻的三維素質 都被曾經削弱過 那他們舊的素質的話 三維素質攻擊素質應該在275 防禦203 血量方面是達到270的 而當初的這一個CP上限是可以達到5104 在五蛇級的時候 四蛇級的時候CP上限是可以達到4514 目前被削弱後估計登陸的時候呢 三維素質也就是我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攻擊素質達到250 防禦185 血量方面呢246 然後五蛇級CP上限是達到4275 四蛇級CP上限達到3781 另外最後一點比較重要的 銀材程式碼顯示出來的就是 有關折爾尼亞斯 伊佩爾塔爾等等 他們的基礎捕捉率齁 從之前的20% 目前已經更新最新為基礎捕捉率為2% 其實大家聽到從20%掉到2%可能覺得有點低齁 但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2%的話基本上是大部分傳說寶可夢的基礎捕捉率 然後這還沒有加上訓練師們使用一些 可能美國啊黃金美國啊或是說特殊的一些寶貝球等等的加成 所以這方面的話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齁 那也相信20%應該是之前官方還沒有正式要推出的時候 只是隨便把它給加入進去的 當然在目前正式推出的時候呢還是會做這些修改 所以目前已經確定為2%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之前在很多 跟大家分享隱藏程式碼的影片中 都會提醒大家稍微參考一下就好 最主要還是以官方熱喉的消息為準 好啦那以上就是有關目前最新收穫到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目前這個隱藏程式碼的一些變動還有詳情 希望各方面的資訊可以有效幫助到大家 影片時間差不多 影片最後跟大家說一下 影片做言論呢僅過參考並不能做一個標準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按讚分享還有打開小鈴鐺 有什麼話喜歡對我們說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